党产会要来追讨国民党党产吞下了三连败 党产会认定中广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 想把他名下的13笔土地还有建物 收归国有并且追缴77.3亿元 结果是被法院撤销了处分 前中广董事长赵绍康就炮轰 党产会成立就是为了要对国民党赶尽杀绝 蓝尾也痛批这根本是想抢夺民产变国产 党产会追逃国民党党产官司三连败 当初认定国民党就中央党部借用租用 成购不合法追征11.3亿 还认定中广是国民党附随组织 想把他名下13笔土地和建物收归国有 已经已转获出售的29笔土地 还要中广掏出等价的钱共77.3亿 党产会也认定国民党大校大劳 是不当取得财产追征7.8亿多元 但所有处分全被法院作废 我们怎么是国民党附随组织呢 法院认为中广早就脱离国民党持有和控制 国民党就中央党部大楼案 也没办法认定是以险不相当对价取得的财产 我们一定会上诉 法院并没有否定中广作为国民党附随组织的这个事实 只是时间点上的不一样 党产会他基本上他成立只有他的政治目的 就是对国民党赶尽杀绝 用一个这个党产条例 就可以把国民党的这个财产斗争充功 就是让国民党什么都没有 在野破红蔡英文成立的党产会 所作所为根本是强巧民产变国产 接着大法官又认定党产条例合法 如同对政敌的全面追杀 如今党产会的处分被法院狠狠搭裂 在蔡英文政府上来之后 对于政党用追杀的方式 透过司法做财产的扣押 长达将近八年的时间 一路的追杀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如果说只是为了追杀政敌来成立相关组织的话 这无疑就是开民主的倒车 抢抢民产也不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 民进党成立党产会多年来 全力追征国民党党产 是不是政治清算 法院已经给出答案 记者钟成良 曹廷涵 采访报道 要补一下谢谢Kevin Sim 刚才在新闻一开始有稍来斗内 谢谢Kevin Sim 好 继续来关心 这个北市科案继金华城案之后 现在也正式动起来了吗 这个检联是针对北市科案 展开了侦查行动 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被质疑 处理北市科土地招标 涂利 星光人寿 涉嫌涂利罪 那台北地检署约谈了当时 承办北市科案的两名 前台北市府产发局的官员 还有相关的业者 一共三名证人查证 在下午是陆续移送了北检附讯 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我们随时插播 而另外呢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爆出 用4300万选举补助款 买下了豪华商办 而且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 虽然没有违法 但是观感很差 堪称是总统选举史上的第一人 把补助款变成了私产 不过网友就说 过去蔡英文把选举补助款 放到了小英基金会 应该也要用相同的标准 去检视捐款流向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用4300万的选举补助款 购买豪华商办 还登记在自己名下 被质疑公司不分 民众党领到1.1亿选举补助款 柯文哲拿了7300万 放进自己口袋 就算如此运用没有违法 但这种操作让各党都看傻 从贾张怡云太太看1.2亿豪宅 到自己买商办 柯文哲脸上挂着微笑 似乎还老实在在 站好了 我看来开个记者会 把这些都讲清楚 一次全部处理 我们要看那个会议室公会 到底能不能配合 因为那量实在太多了 别党是怎么用选举补助款 国民党马英九 两次总统选举补助款 2.9亿2.6亿 全都中会给党中央 另外包括朱立伦 韩国瑜和胡佑儀 也都通通缴回党部 民进党蔡英文 三分之一均给党 三分之二给小英基金会 赖新德则是党做工艺 和配职年轻党工 各分三分之一 自从台湾光复以来 第一个人去买房子 觉得很夸张 就是真的是 下定决心捞一次 人设崩盘 就有名嘴狂孙 对比柯文哲当初呼吁 小草军款 如今满上半 小草像是被割韭菜 但是网友质疑 蔡英文拿补助款 给自己的基金会 也没人知道 真正的流向去了哪里 而且小英自己 家财问贯 有时三笔土地 选举时不也在募款 还高小桌扑满 是对自己 错过什么失忆了吗 蔡英文 她拿她的选举补助馆 去成立了基金会 在某一个程度 好像透过基金会 她的资金流向 就变得是没有人去追究 所有的检验标准 应该是一致的 只看到别人 眼里面的刺 没有看到自己眼里的梁目 如果说 大家把选总统 当成一个发财的机会 那就难怪 柯P当时打死 也不愿意跟侯友宇合作 侯友宇那个时候犯了错误 就没有答应柯P说 没关系我们合作 到时候人举补助费 都给你 那绿营见面欣喜 狂追杀柯文哲 砸大钱买房 外界好奇 媒体有没有用相同标准 去查各党的捐款账目 和柳相 这是用陈珍 NC小组采访报道 柯文哲卷入 政治现金风暴 还被砸出 还被爆出 砸了4300万现金买商办 那虽然事后都是称 用了选举补助款 当成个人的办公室 避免违法 但是外界观感很差 那民众党台北市议会党团 原定在明天 要来举行一场 居住正义讲座活动 不过就在稍早 是临时宣布 因为特殊考量 决定择日再办 避免外界的不当攻击 我们收到的最新讯息 好那现在柯文哲 政治现金争议是越烧越大 外界也说 阿伯还真的是 越选越有钱 对此前民众党 竹北党部执行长 林冠年也很酸 演技好 是可以赚得到钱的 柯文哲过去10年的演技 让基层党工拉票 募款最后成就的 只有柯文哲自己 林冠年也呼吁 辞掉党主席让人接班 演技好 其实是可以赚得到钱的 那义无反顾捞一票 柯文哲这10年来的演技 装得他又穷 然后又坚守财政距离 又没钱选举 然后让我们这些基层的干部跟党工 去一人一只手 然后慢慢拉票 那慢慢去募款 然后一块钱一块钱募款 可是到最后 我觉得这个都是成就柯文哲自己 并不是成就台湾民族 也不是成就台湾民众党 那我觉得这个过去他在讲的居住正义 然后在讲的公开透明 在这段期间其实都消失在近 然后所以他过去我们都已经看得出来 他是靠演技在吃饭的 所以他其实越选越会选 越选越有钱 其实因为他过去在镜头上 常常表演华丽又精湛的演技 包括他常常哽咽 然后又说我只要小草不放弃 阿伯就不会放弃 那这些事情看起来 在小草还有过去的支持者面前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事情 像他这次他那个 他之前有在讲说 他那个选举补助馆 可能就是有三分 可能一部分是用在那个政党的那边 他剩下认为他是他自己个人 就是他自己在支出这样子的话 但是他现在说他买了自己的办公室 你觉得他这样的用途OK吗 现在还有人会相信柯文哲说的 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字吗 他已经完全信用破产 而且每次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事情 然后被自己打脸 那包括买商办也是 然后包括他解释这些政治现金都是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也不用再狡辩了 那有错就认 然后让他甚至可以自己辞党主席 让其他人接班 好 现在民众党的内斗是 斗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 台中市府顾问前立委蔡壁如 他现在也被爆出选举期间将人事支出 拆成300笔的交通费申报 疑似做假账 对此蔡壁如澄清 这些可以说是车马费 都已经请教过专业的会计师 相信会计师的判断 不过在此时此刻爆出争议 柯文哲前幕僚吴静怡认为 爆料当中有造假部分恐怕是在转移柯文哲争议的焦点 而蔡壁如还有陈志涵 这两个女人的宫斗戏 现在也浮上台面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风暴 前立委蔡壁如呛要黄珊珊负责 结果现在也惹火上升 但怎么会被柯粉起底 疑似是蔡壁如助理在网络节目上 抖内放话 呛黄珊珊不辞立委将掀起基层退党风潮 主张要增设副主席 其中一位由蔡壁如担任 结果反向搜寻人民 就出现在蔡壁如政治现金申报上 粉丝内斗牵连竹子吗 没这么单纯 这两百多万啊 其实都是假的数字 完全都是多了一位数 是不是就为了想要掩护柯文哲 关于他的财务不明 或者是木可公安公司的事情 每周六的晚上十点呢 我在中天二台的壁东政治 出道急巅峰 开播一集就收工 遭检举公务员兼差 更让民众党内宫斗 台面化 蔡壁如曾感叹 市府那一圈 不想要他回党中央 还点名战狼 二零二六要出来选 外号战狼小姐姐的 陈志涵反抢 有几职顾问 是准公务员 不得涉入政党活动 公务员不得兼任党职 开节目 蔡壁如反批 你搞不清楚状况 而根据近新闻民调显示 民众党二十到二十四岁的支持度 崩跌百分之十七点七 仅剩二十二点一 二十五到二十九岁 也下滑百分之十一点七 剩下三十点七 而值得留意的是 休会期民众党立委不满意度 却飙到百分之六三点三 更有四十三点九认为 政治现金案 柯文哲责任最大 一人拖垮全党观感 柯文哲不管是政治现金也好 去看豪宅 他自己买商办这些事情 接连就爆发 超越蓝绿 垃圾部分蓝绿 这种的人设 就会造成很大的损伤 柯文哲的荒腔走板 是民众党支持度崩盘主因 但风雨飘渺之际 宫斗平传 更让小草心灰意仁 记者是要珍 蔡比方台队长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你可不可以听到你了吗 你可不可以听到你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